在今天桃園地方法院再度开庭了 但今天传讯的人是谁呢 269旅禁闭室的市长肖志明 而且另外还传讯了借护士 总共加起来11个人 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了 里面有个关键人士是谁 269旅禁闭室的市长肖志明 他今天终于吐露出了一个事实 他怎么说的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情讯的时候 他其实是惊爆说 这个借护士陈家翔 曾经向他透露说 洪仲秋送警必处分之后 范卓宪他做了什么 他跟陈家翔交代说 拜托你好好帮我照顾一下 洪仲秋啊 等一下 范卓宪真正跟陈家翔讲过 要好好照顾洪仲秋 没有错 我们之前不是就提过说 范卓宪曾经去要求里面的 好好照顾吗 大家之前只听说 但是今天肖志明在法官面前 吐露实情了 没有错 肖志明终于又再一次 帮我们证实了整个传言 我们再来看他之后还有一句很重要的 他之后写什么 他讲说 在依照他一个市长的认知来说 若要好好照顾洪啊 那就不应该把他来送禁闭啊 怎么说 你应该要留在部队里面 加强把他磨练啊 而且很奇怪的是 我这边是269旅的紧闭室 怎么会轮得到你50两旅紧闭的上市来说话呢 是啊 这样看起来肖志明 他好像是一个非常尽忠职守的一个市长 但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的哦 不是这样的啊 你看起来好像是他把整个事情交代出来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个肖志明背后可恐怖的人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说 他到底做了哪些事 我们再来看 其实这整个洪仲丘的范左线去跟陈家祥去报这个说 请你好好照顾他的这个故事 并不是从肖志明这边一开始就出来的 其实呢 早在军检还在约谈整个所有五四两旅的弟兄的时候 有约谈过一位无姓上市 这位无姓上市是谁呢 他就是28号早上当天跟范左线一起压车去269旅吧 洪仲丘还有一个送信禁闭声交给269旅的这个人 在这个无姓上市他在被征讯的笔录里面 其实就已经提到了哦 他亲耳听到范左线去跟陈家祥说 要好好照顾洪仲丘这件事 但是很奇怪啊 我们看到军检的起诉书里面 完全没有提到这块 没有提到这块就变成怎么样呢 变成说他整个范义的联络被完全切割开来了 好像大家都牵扯不在一起 所以说269旅翻269旅 五四两旅翻五四两旅 这样看起来好像都没有事了嘛 这样就没有范义连结了 没有错没有范义连结 那为什么今天肖志明又突然提出了这一大块呢 我告诉大家为了要脱罪 为什么为了要脱罪呢 我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我给大家几个真相 其实肖志明在6月28号的时候 他是休假的 他休假 你是休假的那你怎么知道这一块 那洪仲丘进到269紧闭 是应该没有碰上肖志明才对啊 没有碰上肖志明 我跟大家说这个肖志明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休假的 他是6月27号 洪仲丘关进去的前一天开始休假 休到6月30号 那他回来之后呢 只回来7月1号 7月2号的时候 他跑去了桃园的一个军事学校 去做他的本职学年车演 所以7月2号的时候他也不在 他真正在的时候7月1号那天 7月1号他当天发生什么事还记不记得 就是吴义竹他们来269宇 看洪仲丘啦 看洪仲丘 还有范佐信也来了 那其实当下有一个情形 因为他毕竟是原单位的长官嘛 所以他必须要跟洪仲丘提问说 你在这边生活有没有一些问题在 那其实洪仲丘他又表达了一个问题 他跟里面的人反映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他有幽闭恐惧症 他没有办法在里面生活这样的情形 第二个就是当天他跟他透露说 里面的通风非常的不顺 所以他全身开始起疹子很不舒服 所以他这些身体不舒服的状况 其实之前就已经跟肖志明有提出来了 对第三个就是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很热 没有风气 还没有办法睡觉 他还要弯曲的 这些事情其实在当天 吴义竿的长官有反映给肖志明 但是立刚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发生什么事 不反映还好 一反映这事情大条啦 你晚上不止没有 还是没有吹电风扇 也是要弯曲的事 更夸张的是 从他反映的那天开始 晚上开始开灯睡 之前还关灯 之前是关灯睡 突然反映之后变开灯睡 但这件事情今天法官有釐清出来吗 这件事情法官还没有釐清出来 所以说我们看起来这个肖志明 整个好像是要去逃脱这个 显示出他好像很负责任 但是其实背后的故事 是像这个样子的 今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 陈奕勋 他今天好认真地看笔记本 为什么要看笔记本 因为当初 所有人都要把责任推到他身上 他去小心地应答 但是最后他发现一件事情 发现什么事情 好奇怪 我给大家看一个资料 我们知道当兵的时候 有一个东西就是安全事关 其实你要做安全事关的话 有一个事情是什么 你安全事关隔天会补修 我们看这是当天 269旅安全事关的一个颁表 我们来看陈奕勋这部分 陈奕勋这部分 他上的是7月3号晚上的 4点到6点这个时段 所以说他隔天应该6点之后 他就是在处于一个补修的时间 但是很奇怪 他不但没有照正常程序去补修 反而在隔天早上 隔天早上做了什么 6点半开始 变成由他来操课 对啊 他不补修 他不补修来操课 我们来看当天操课内容 短短一个小时里面做了什么 剥皮疤是53下 然后一飞冲天47下 然后伞兵操跳了2分钟58秒 然后伏地挺身48下 仰卧抬嘴39下 再来又做了伏地挺身30下 然后伞兵操又做了4分钟 开合跳197次 然后像有话说的那个 神龙百尾48下 就短短一分钟之内 把这所有事情都做完了 一个小时里面 把这所有操课内容都做完 就做了这么多的体能 这还不是一整天下来 这只是早上 单单早上7点开始的哦 所以说如果说这是一连串的 有阴谋的把你的操课表 全部改了之后 那这样子 还真的没有翻译的连结吗 翻译的连结在哪里 从今天法院上面的攻防站里面 你就可以注意到了 有人想要脱罪 肖志明他想要脱罪 但是其他人等 当然不希望能够被牵连进去 可是国民党现在碰到的 大问题在哪里呢 国民党的全代会 想想看 本来9月29号 要在国父纪念馆举行 现在干脆停了 我延后总可以吧 延到哪去 延后到甚至10月以后 我在开全代会地点 我不在国父纪念馆 四面包夹之下 我这全代会怎么开得下去 我干脆移到那山上 门禁森严的中山楼去办吧 马英九在10月26号 他才要召开国民党的全代会 我这边我也可以报一个料 事实上所有在台湾的群制单位 都已经接到马英九的直接的指示 这个指示说 什么指示 国情调查报告里面 对于他开闸王金平以后 社会羽群的研究 他要去收集社会羽群 然后再来确定他 928的全代会到底要不要开 929的全代会到底要不要开 所以表示说 群制单位已经把所有资料 收集完之后汇报给总统了 对 因为在929 如果在国部纪念馆的话 那对不起 里面有两股势力 外面又有一股势力 再加上在野势力 就是四股势力在拉扯这个全代会 那马英九怕发生冲突 或者是怕发生 这个就是制造别人 制造别人给国民党有分裂的假象 所以他就说 他基于安全的理由 安全的考量 他就说 算了 他就不开 他延到10月26号到中山楼 为什么选择到中山楼 各位知不知道中山楼什么时候盖的是1966年 孙中山百年诞成 所以你看中山楼 它的四周 各位晓不晓得 这是经过风水的调教出来的 是这样子 我们再来看这张图 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各位看看这里是什么 金龙池 金龙池就是融穴 金龙池是地热上来的 硫磺水 硫磺都在那边 温泉 对 它的面积刚刚好是涵盖这个地方 所以它等于是群山环绕 然后左青龙 右白虎 各位看看 还有沙漠山 我们刚刚讲过 叫做一带为腰 况且它又是整个台北城的中轴线 所以这里是龙穴 它聚集的龙气 这种龙气是要压什么 压会气 所谓压会气 就马英九他选择在那个中山楼 他主要的目的 各位可以看 他每一个阶梯都是摆布 摆布 摆布 跟中正纪念堂的八九一样的 八九是蒋介石的升城 摆布是孙中山的百年诞城 所以马英九他要选择在中山楼 各位晓不晓得 整个中山楼的进出都要管制 然后一把你锁在山上 你根本下不了山 你也上不了山 况且你真要到中山楼来抗议的话 你还非常的困难 你还进不去 中山楼在那里 大门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图的最角落 这边出来 这边出来的话 接那个阳明山 接阳德大道 所以你根本上去 那个门口又小 门口又小 铁门一关 你根本连进都进不去 除了铁门一关 正然让你进去的话 你还要曲曲折折的这样子上来 你根本上不来 所以我们可以说 那讲 像马英九他选择这个地方 他选择龙气聚集的地方 又是龙穴所在地 他希望来震衰起壁 其实中山楼的故事是非常的多 如果各位去过中山楼的话 应该去看过一个兵棋室 那里面的地图是三军大学 帮蒋介石画的一个 所谓的实体的地图 而这一种的地图 各位可以看看 全部都是东南地区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各个军事基点 这是兵棋推演要用的 蒋介石在这个地方 曾经召开过16次的兵棋推演 除了召开兵棋推演以外 他更重要的一个东西 各位仔细看 他所面对的 全部说 万一要反攻大陆的时候 他要反攻大陆的时候 对不对 每一个点 每一个点 他这个地方 军医院多少 仓库多少 兵站多少 这个有几个师几个师 所以连上面都已经标识在清楚 通通都标识好了 那到了蒋经国的时候 到了蒋经国的时候 他在兵棋室后面隔了一个屏风 因为他认为他不应该去住他爸爸的房间 所以这个兵棋室以后成为蒋经国的房间 在这个兵棋室里面也发生了一件事 他决定了谢东敏 孙韵璇 李登辉跟林阳港的命运 蒋介石当时在这中山楼设了个兵棋室 而现在马英九 国民党全大会决定要到中山楼去开了 这中山楼对国民党有一番深深的含义 但许多的有钱人呢 他们钱太多了 想干嘛 想要到海里面去了 去做什么 去掏宝 但真的能掏到宝吗 有人却掏到请家淡产哦 我们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